小安同学 小伙伴们让我给你讲个鬼故事 啥鬼故事 他们让我告诉你 开学东西死了 就这个还想吓我 我还想早点开学呢 在学校还可以和同学一起玩 我已经把开学用的东西准备的差不多了 给你们看一下 好 你们看一下 This is my school bag It's purple I like it Purple是啥意思 紫色 啥东西啊 种了这么多 这些是我上初中需要用的本子 给你们看一下 纠缩本 读书笔记 两个英语本 两个数学练习本 两个语文本 两个字文本 它们都比较厚 这个最厚的是我妈妈给我买的初中所有的文言文 预习的 到时候去初中了 也可以给它翻出来看 等于7到9年级都可以用 这个鼓鼓郎郎的是我的笔带 这里面装的全部都是我喜欢的笔 大啦 比较古 装的这么红笔装的怪多 这些都是老师赏给我的 看一下这个书包有很多钱哦 你装这么多本子干嘛 到时候老师要用我就直接拿 还不需要再跑去买了 多省事啊 哎呀呀呀 这还好书包够大啊 它得有十几个本子吧 你们猜一下 能找到 这里面还空间还够大 还可以放新书呢 对新书发了 装得下 这个是啥 你放啥了 没放 啥也没放 到时候再看 好 那时候初中肯定还有很多东西要买 嗯 这里面放了我的圆规 然后还有本子 哦 小本子 圆规还用得上吗 咋用得上啊 这里面放的是我的纸巾 看 还放了两包 这不太节约嘛 用纸不节约 你们细品 哈哈哈 这水杯都装上了 哈哈哈 对这个位置装水杯很好 这好重啊 到时候在发心书会不会被压塌呀 不会的 这个书包你看这个背板 还有这个肩带 这样设计的话就可以互结 这个肩带夹紧可以调节 你这样背书包的时候就会让你感觉到更舒适 你这个小身板就不会被压塌了 我背一下找个感觉吧 好 找上学的感觉 上学就会 优雅 我看优雅吗 开学会有很多新同学 全新的老师 一定要稳住 别一开学就把你的吊石气质露出来了 哎 哈哈哈 我一点都不吊石了 就是说 你看 背这个纸巾书包看上去还是蛮优雅的 别一开口就露馅了 耶 哈哈哈 不知道到时候初中吃饭怎么搞啊 现在学校吃还是你给我带饭 到时候看嘛 你要给我买份盒 对 如果还需要啥东西我们开学再买 嗯 好 好 期待了 期待期待开学生活 耶